大家好,是荣儿 今天我们来做香酥肉饼 这个做法比千层肉饼还要更简单一些 但口感是完全没有差的 肉质鲜嫩,外酥泥软 先来和面 面粉300克 盐3克 温水170毫升 上手揉面 这个面团是偏软的 基本的揉成型后 可以先醒10分钟 10分钟后再来揉光滑 就很容易了 揉好的面团 表面抹上一层食用油后 醒发2个小时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让它的延展性更好 做出来的面皮才会更薄 这是我提前打好的肉馅 加一把葱花 一勺生抽 一点点胡椒粉 一勺盐拌匀调味 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上镜就可以 面团也醒好了 取出来直接分成小面剂子 擀开,擀包 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 是不容易擀破的 包上一大勺肉馅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收口处捏紧实 轻轻压一下 生胚就做好了 这个饼做出来是特别软的 轻轻地压一下就可以 全部做好了再松弛5分钟 平底锅预热刷油 放入面饼 表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 用中小火慢慢地烙 擀 擀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 面皮微微的有点鼓起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肉饼虽然不像千层肉饼那么多层 但皮薄馅大的口感 吃起来更过瘾哦 趁热吃是酥酥脆脆的 搭配咸香的肉泥 真的是超级香 不信你看 喜欢就点赞收藏关注我吧